大家好,我是小葉 这次要介绍的人物是西乡龙胜 西乡龙胜1828年出生于路尔岛 当时的路尔岛由萨摩凡统治 18岁就出世的西乡龙胜 向萨摩凡组岛经骑兵 上成农业改革书 结果深受岛经骑兵赞扬 破例提拔担任庭方役 可以跟随在岛经骑兵左右 西乡龙胜深受岛经骑兵的影响 进而成为他的心腹 此后西乡龙胜往来活动于 朝廷及各大民间 慢慢提高他的知名度 但1858年岛经骑兵因病去世 朝廷中央又有幕府大佬 仅一直必发动的安政大狱 西乡龙胜对前途感到悲观至极 甚至一度想不开头水自尽 在幸运被人救起后 转而在掌握萨摩凡十权的 岛经九光底下工作 但两人因理念不合 时常发生冲突 西乡龙胜或罪被流放外岛 之后岛经九光发现 自己在京都的权力斗争站错边 于是又重新造回西乡龙胜 西乡龙胜得到机会与圣海州 及版本龙马会面 成功掌握欧美列强的禁弊 与日本限控的时事 在幕府经过两次长州征法 和进门之变后 幕府和长州反关西降到冰点 为了改善双方关系 西乡龙胜向长州反说明自身自相 策法让幕府军收手 最终实现了煞长同盟 局势一口气转向岛木大局 在戊城战争中 西乡龙胜被视为英雄 送邀进入明知新政府 在任内实施费凡知限 也陆需推行学制改革等多项政策 1873年 西乡龙胜因曾含论之争失败而下野 返回路而岛 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骑兵造反 西乡龙胜担任他们的领袖 结果在新南战争中败给新政府军 虽然知道会变成乱层贼子 但西乡龙胜认为 有必要将士族们的不满攻诸于世 所以作为他们的象征充容就义 结束了不凡的一生 我是小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